220 明報2015年7月20日報章 P.19 Money Monday 品酒論投資Class主企樓濃郁優雅希臘投降 切反彈新加坡朋友帶老婆傀女兒來普羅旺絲探我 拜訪當地酒莊當然是行程目標的重點 駕王新堡距離你家只有30公里 那裡的酒莊你一定療如指掌療 朋友者翻功為的畫 難道是看得我剛趕上香港書展出版的 處女作《葡萄原泥土上的水法國紅酒沉味》 當然不是 老外又怎會看眾文書 駕王新堡法定產區Chateauneuf-du-Pape 是法國南部生產最有名氣的紅酒 葡萄原總共3千公頃 與波爾多佐岸上梅多赫號特曼德克 各名酒村大約1千公頃的葡萄原比較 面積是三倍 法定產區葡萄原的土壤風水有相當的差異 釀造的紅酒品質也明顯不同 卵石酒莊天然全酒缸菜打電話給Chateauneuf的莊主 沒有人接 搗亂是想Classe Duckelo的釀酒師Bruno Gaspard先生 說好到他們的莊原品酒呢 Classe Duckelo 正如酒莊名字所指的卵石莊原 9公頃駕黃新堡法定產區葡萄原的沙土鋪滿鳥鵝蛋石 其餘的44公頃為羅納河谷法定產區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或定駕黃新堡產區時 當時莊主沒有樣官員進言視察 以至為牆內的葡萄原沒有歸入駕黃新堡法定產區範圍 酒莊樣造的普通羅納河谷紅酒的產量 比一般駕黃新堡名酒有過之而無不及 是超值之選 我在香港的酒商Panty見過他的紅酒 葡萄原距離Chateauneuf不遠 有一部分的葡萄原也是沙土 他樣造三種不同的駕黃新堡法定護區紅酒 其中最便宜的就是用百分之百個海納Granesh 樣造的 另外二種紅酒是個海納分別用西拉絲 或莫為特莫達配製的 值得一看的是這加卵石酒莊的地下酒窖 49世紀中建造蘇伊士運河的法國駐埃及領事德雷赤海報 指著Ferdinand Vicomte de Lesseps 的工程師Billy Dassault所設計 我剛收到短訊 說歐原區首腦會已經過了馬拉松磋商 終於達成協議 希臘可以留在歐原區 希臘危機所引發的市場不明朗局勢會消失了 這位指認世界王新堡法定產區Chaterdebrocastle的 退休美國投降老總米高 有點不耐煩了 傳媒總外誇大市場焦慮聽說希臘的債主指示歐盟 歐洲央行和國機會這三架馬車 那麼希臘債務違約 應該對整個金融機構不會有太大的衝擊吧? 新加坡朋友不大同意 前幾天傳聞希臘會脫離歐原區 外回市場和歐洲各國股市的波動並不大 傳媒總是誇大了市場的焦慮 香港的爭抄數在上正指數大幅度的下行震盪後 政府舊市反彈 相信會借勢繼續反彈 聽你的口氣 似乎只是下行中的一個反彈 淺段時間你不是看好的嗎? Klass duke 柳樣造的家黃新寶濃郁優雅 酒莊的酒較深藏在巨大的石灰岩石中 是天然的全酒好地方 存放兩年上市 期間活有任何人為的干預 陳增濤投資及品酒專家Demreference創辦人